這個飯真的很潮汁 這樣才30塊 沒有加任何的調味 哈囉大家 今天呢 我們要來拍 就是Google評價高的台南美食 那第一家我們就來到Google有4.8顆星的 烏鬚中牛肉湯 它在眾多只有4.6顆星 就是最高的 之中脫穎而出 4.8顆星 雖然它的評價只有200多則 不像其他那麼多 但我覺得200多還是可以 很具參考性的 好 我們就走 然後他們這邊是採取機械點餐 -喔 它是在裡面點的 好 那我們就先進去做 好 現在到裡面這個用餐環境 非常的舒服 裝潢也很現代 然後他們桌上都有這個用餐流程 就是用QR Code掃碼 現在好像很多餐廳都是這樣 就很先進 好 那由於這個 我們是要照著Google評論來點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看Google評論 好 很多人都在吹捧他們的用餐環境 還有炎炎夏日吹著冷氣配牛肉湯 只有爽制 沒有去過其他家 其他家牛肉湯都是 以前那種比較傳統的 沒有人氣嘛 以前都是來台南都會吃文章牛肉 和他採牛肉 哦 混沌牛肉有2萬折比價 我們今天就是不走尋常路線 我們要走一個Google尋價最高的路線 沒錯 牛肉飯CP值高 一碗30 牛肉塊給的很多也不會乾乾的 他上面講什麼 我們先點起來 然後之後再看一下評論 然後我們等一下點起來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用料那麼紮實 來吧 那我們就先來點餐吧 好 你先從 先從哪一個開始 先從湯開始喝 先從湯開始喝啊 對 然後這個先上等 先喝湯再吃肉嗎 對 一定要先喝湯 溫溫自己的湯 哦 好牛肉哦 就是純牛肉味 感覺是沒有 沒有加任何的調味 應該是頂多 鹽巴 好 我吃一塊牛肉 上等牛肉 這樣算半熟對不對 這次是牛肉最好吃 吃的所有差 以跟我平常自己 在買那個連鎖的 大賣場的牛肉片鋪一樣 就是大部分都是溫溫線杖啊 總統 溫體吃起來真的是那種冷藏的有差 而且牛肉湯 5分鐘內要從來喝完 哦 好 那我趕快往旁邊推給 旁邊的人吃 再來是花紋牛肉湯 哦 這很明顯是有花紋 它顧名思義就是它保留一些經驗啊 這個湯應該不用再喝一次了 它會有不同的感覺 可以吃 一樣先吃吃看 喝起來一樣哦 它是同一個湯沒有錯 同一個湯 但是就是要吃肉配湯 哦 這好軟哦 這很嫩 比剛剛那個再嫩一點 有沒有入口即化的感覺 有 有入口即化 奧倫就是因為入口即化 因為它有 它的油脂的部分啊 筋那些都已經軟嫩了 很厲害 就是它還在 還沒有很熟就可以那麼軟爛 因為通常不是要煮很久 把它滷爛 再來就是綜合 它有牛肉 有豬肝 牛肝嗎 豬肝哦 牛肝 牛肝 我也在問號 我也在問號 還有牛心 好 先來吃這個 比較Q的是牛心 我來盲測 這個看起來是肝 是肝 很像豬肝的牛肝 它這肝其實吃起來有很多 就是肝大部分豬肝 有這種粉嫩的 所以要看出來就是說 它吃了之後會不會很苦的吃 不會 對 它也是入口即化 對 也是入口即化 而且滿燙的 嗯 沒有腥味 這個是牛腥嗎 還是牛肉片 牛腥 牛腥 哦 真的比較糖 這應該才是牛肉片 對 我感覺這個比上等還超值的 這應該是上等的牛肉片吧 對 接下來很像 應該就是同一個 我覺得如果大家是想要 就是每一種都有吃到的話 就點綜合 那如果是想吃 我覺得最好吃的話 就是花紋 這個飯真的很超值 這樣才30塊 可以點個三碗 然後配一碗湯 或是甚至吃三碗就可以很滿足了 你覺得在台北這一碗可以賣到酒吃嗎 可以 因為它上面有牛肉 而且滿多的牛肉 這應該是牛腩吧 它整體吃起來就很像在吃乳肉飯 是好吃的 而且不會太油 不會膩 它的飯也滿粒粒分明的 我要再吃一口 這樣會放重嗎 真的嗎 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 健康的 我覺得原型食物比較像是這個 好 這個更原型的蒜味牛肉 它這個很明顯有撒黑胡椒在旁邊 而且這個蒜是有這個 叫做什麼 煎過嗎 這種吃的嘴巴比較不會臭 不像生蒜 那我就來搭配一起吃 很蒜 他們的蒜頭 跟很多熱炒店吃起來的蒜頭不太一樣 很多熱炒店的蒜頭就是很油 你會很明顯吃到過多的植物油 但這個不會 這就是很脆 就是不油膩 然後牛肉的話 這比較偏全熟的炒牛肉 你覺得下飯嗎 很下飯 因為它有這個炒蒜頭 然後又有黑胡椒 這一盤你可以配幾碗白飯 白飯喔 白飯喔 我可以配四碗 剩這點吃可以四碗 五碗 那如果是配剛剛那一碗牛奶 你說配這一碗嗎 沒錯 假設配這一碗 你可以吃到幾碗 如果配這個 因為這個飯比較 就是肉比較多嘛 應該可以 可能可以配個八到十碗 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是很大胃王 我可以吃很多東西 這我都沒有去那樣做 因為不然我就會變太胖 我以前都是站在營養午餐前面 就是快要結束午餐的時候 不是就要準備收走到處 到處以前我就會站在前面 然後直接拿那個 吃 我是真的直接這樣子 這很酥 這是不是吃起來很像煮肉飯 沒有牛味喔 可是這個有 它沒有油膩 對啊沒有油膩 它沒有那種 有肉飯那種油膩 那我真的覺得 Google評價沒有騙 你吃到4.8 真的 真的 而且店家態度很好 有舒服 用餐環境也很棒 對 欸剛剛我們有去上台的廁所 也滿不錯的 也是那種現在的新廁所 就是以前可能會那種環境 比較相對比較old school 對但是這邊就是沒有冷氣 所以廁所又漂亮 在更好的環境 享受到同等價值的美食 嗯 那我其實還是要講 就是香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是喔 嗯 因為就是像剛剛我喝的是中文 然後再喝上等 再喝花紋 它的每一個那個細膩的感覺不一樣 牛肉的味道餐到 像上等它就是正宗的牛肉味 嗯 但是剛剛喝中等的時候 它裡面多一點牛渣的味道 嗯 所以喝起來後有一點就是 欸我好 我確定我是喝重了 那一口湯下就是不同感 對 然後喝到花紋的時候就是 欸它比原本的上盒 再多了一點油脂的香味 對 對對對 這個喝起來我後來把它乾完的時候 有感覺有比較油脂感 上等牛肉最堅定品牌 嗯 喔對這個旁邊有停車味 嗯 喔對這個很重要 嗯 好飽喔 嗯 全乾了 嗯 只差沒有拿起來甜了 真的 甜甜應該也甜不到什麼了 我們都是點小份的 原本還想說 份量會不會不夠 結果他們小份 就已經很 很大份了吧 嗯 這是不是像其他家的大份 它這個湯拿來裝油後面都不會有 不會超過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設一個表 像什麼環境 食物還有態度 是不是就這三個 環境5 然後食物 我覺得也可以到5 4.5 4.5好了 不然不能一直給太高 態度的話5 所以綜合評分是4.8 4.8 4.8 所以很值得 嗯 所以跟Google評價一樣 那你們呢 我個人是直接5顆星 全買 喔5顆星 我覺得差不多5 5百 喔大家都給5 對 搞得我很像奧客 我只給4.8 好 那我等於4.9 我只是比較嚴格 喔比較嚴格 對 公道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了 如果大家來台南想要吃不一樣的 環境好的牛肉湯就可以來這家 胡鬚中牛肉湯 胡鬚中牛肉湯 謝謝喔謝謝 謝謝囉 掰掰 謝謝掰掰 態度超好 喔 下雨天了怎麼辦 我好想你 不敢打給你 我找不到原因 你要幫我上那個 就是 那個KTV的字 我是導唱 給那個觀眾想跟著一起唱的也可以 好可以可以 那你應該要拿個雨傘出去外面 然後詩情畫意的走一下才對的嗎 我不想外面再下雨 沒關係 沒關係